各位好,今天我们进行第七讲,表格内容的有效性 在生活中我们填写数据的时候,有许多有规律并且重复的内容,例如性别、证件类型等 今天小编教大家使用WPS表格中的有效性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,您可以轻松设置选好的内容,不会轻易的出错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WPS表格 然后呢,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数据 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们写了性别、姓名跟年龄三个列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操作 选中性别列 点击有效性 在弹数的对话框里面呢,我们这里需要允许这个数值呢,我们需要改一下 我们选中数列 在来源里面呢,可以输入 这个时候需要特别注意,两个数据内容之间呢,一定要以英文式的逗号分开 否则的话,是输入无效的 点击确定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B列,性别这一列 已经出现了一个三角形,小小的三角形 在点击的时候,我们可以输入 男的性别或者女的性别 倘若我们要排除男女之间的性别 如果有第三个非选择性的内容的话呢,我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呢,WPS表格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说您输入,输入值是非法的 我们从事的时候呢,只需要把性别选上,就OK了 以上呢,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七奖,表格内容的有效性 谢谢大家